那鎖骨痛 鎖骨就是指这一个 鎖骨痛因为大家很少见 有没有人鎖骨痛的 这里呢 现在正在痛 对哦 我真的很少见 既然你有 现在 真的 好吧 那这个要做 这个优先 因为少见的就多做 为什么我说鎖骨痛要做 对 这个就是鎖骨 它很明确指出来 那这个很不容易见到 见到都是极品的 肩膀痛我先介绍完 肩膀就是指这里 肩膀嘛 对不对 那肩膀痛我们一般 如果没有原始点 大部分都是这样抓 哪里痛抓哪里 你们已经又犯了一个什么 影子了 那这个不止 中医本身影子的问题还很多 除了说头痛按哪里 很多人按太阳线 我以前还教过人 我以前啊 这个大中医是很多都是这样教的 也不是只有我犯错 我只能说 但是现在有原始点 我自己也 所以我说以前也有一点颠倒 那眼睛痛还按什么 精明穴 还有什么失足空眉灵 这些都会按 甚至印堂也会按 我以前都教患者这样按 那现在看来这个都是什么 哪里痛按到哪里去了 所以这个都不能成立 现在与原始点一看 就怎么样 清清楚楚 哪里医学是错在哪里 也很清楚 那所以肩膀痛 就不能按肩膀 那肩膀是揉哪里呢 来 大家看 一般肩膀痛点在这里 整骨下缘最多 这里揉开了 这里就会解决 如果没有 你再把颈椎揉下来 这里或许还有痛点 只要一揉开 这里就会消失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个锁骨也是 锁骨 锁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以前在台中有一场演讲 别人讲的不是我 我那时候还没有讲原始点 那就是有一个医师 上课还夹杂英文 我英文又不懂 所以我很认真听 但有些懂有些不懂 那他就是有一个锁骨 因为去听的都是医师 那有一个就是说 我锁骨痛 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处理 那老师说 好 等下课 他不像我 有 赶快出来 不是 他们说等下课 我这个就在想 好 我那时候锁骨 已经知道怎么按了 我册子也已经写出来 给我下课去看 然后他说 你这里锁骨痛 然后他就在这里找 他就在这里 那我们应该 说不定这里 扎下去就会好 他还有一点道理 他说高方蟹附近扎扎看 他说我今天没有带针 他今天没有带针 所以你回去扎扎看 因为都是医生嘛 我在旁边 因为我这个人不踢人家的管 那因为旁边已经大家 下课都散掉了 我就站在那里听 听完还是忍不住 我就说 老师啊 能不能让我试一下 老师说 好啊 你可以试吗 我就在问患者 你能不能让我试 他也点头 我说好 那给我一两分钟就够 我不要多 就从这里下手 很快就解决了 好你们看一两分钟 能不能解决 来趴着 我们来做 你这个多久了 有一个月 他的痛是24小时吗 还是持续 有时候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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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不痛 一摸 现在一摸也在痛 那这个就确定怎么样 这个是属于24小时的吗 所以这个按完会不会改善 一定改善 这个 所以我说这一套就有这个好处 还没做就知道做了会有什么结果 好 我们来趴着 我们就直接从整骨 这时候耳后要不要 不要了 多疑了 现在直接从整骨下手就好了 这里疼不疼 这里疼对不对 这里疼不疼 也疼对不对 这里呢 这里也疼 这里疼不疼 这里好一点 这里也好一点 对不对 那它是整骨疼 颈椎不疼 它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整骨 这里不疼 这里都还好 对不对 到这里都还好 这里也疼 这是整骨最后一点 好 那您趴着 头在里面 来 这里疼不疼 这里也疼 对 这里疼不疼 也疼 好 这里是不是也疼 哇 这里呢 这里都疼啊 右边每一点都疼 左边也有疼点 但是右边是几乎每一点都在疼 来 你手放下来 我再揉一次就好 好 那这个颈椎疼不疼 这一边 好一点 这里就好一点了 下面呢 这里 这里好一点 那这一点呢 这里疼 好 这是颈椎的第一个点 那这个是差不多整骨 好 好 这样就好了 差不多几分钟 稍微两分钟吧 两分钟 好 那差不多就揉完了 我现在帮它肌肉揉一揉 那它肌肉一定会稍微痛 好 这样可以 您起来看看 不痛了吗 真的 确定 好 可以 所以那时候我也差不多一两分钟 我也觉得差不多是时间差不多 那马上也是 那个同道问我 你怎么知道我那里痛 他问我 我那时候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有原始点 但是那时候原始点还没有演讲 想了老半天 那因为同道一定有所知障 我就跟他讲 啊这个是怎样 这里叫做所头肌 凶头肌 那这里叫做乳突 叫乳 所以这叫做凶索乳突肌 所以凶索乳突肌 就这样一直也拉扯过来 其实天晓得 我是揉这一条 还有颈椎 跟你们现在有延迟点也知道 那个揉的位置根本不一样 跟解剖鞋不一样 所以他被我唬得一嫩一嫩 他说有道理 嗯 哈哈哈 哈哈哈哈